有人想知道用枪打氧气罐会发生什么 今天满足下大家的好奇心 准备5个装满氧气的氧气罐 5把不同的枪 分别射击看看会发生什么 先拿AK47测试 你喜欢的彩虹声音吗? 能看到其实现实中一枪打爆氧气罐的几率很小 由于罐体形状的原因很容易发生跳弹 所以在连续打了4枪之后才爆 而且并没有像电影里那样发生巨大的爆炸场面 接下来这把枪的样子非常科幻 是G36的魔改版 一起来看看它的威力 也是4枪才把氧气罐打爆 看来氧气罐基本上都能扛住4颗子弹 值得一提的是这把枪的射击感觉很好 后座力不大非常舒适 已经连续打爆两个氧气罐 先来看看氧气罐成什么样了 两个氧气罐每个都有个大洞 基本都在同一个位置 G大哥的枪法还是很准的 接下来测试的是一把线弹枪 外观非常漂亮 有人知道这把枪叫什么吗 一起来看他在这个距离能不能打爆氧气罐 用线弹枪远距离打氧气罐比较费劲 子弹都打完了氧气罐还没爆 这把枪只有在近距离才能体现出优势 接下来测试的是俄罗斯生产的狙击枪 也是发射7.62毫米子弹 这把枪打爆氧气罐应该没什么问题 只打了两枪氧气罐就爆了 而且这次的场面非常壮观 氧气罐飞出去了几公里 接下来测试的是一把AR步枪 这把枪的外观我认为是最好看的 能安装很多配件 来看看它的威力 可能是因为精度高吧 只开了一枪氧气罐就被打爆 看看打出的洞比其他的都要小很多 看来这把枪的穿透力很强 最后一把大家都见过 狙击神器AWM 装上8倍镜效果应该不错 这把枪也只是用了一发就打爆了氧气罐 氧气罐也飞出去了很远 看来要想打爆氧气罐 必须得用高精度穿透力强的枪才行 而且并没有电影中的那么容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